Hello 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自從我沒有去西班和出國 一路向西的旅遊之後 真的去了很多古鎮和水鄉的地方 因為這些旅遊成本比較低 而且所在的地方不是江節 而是廣東 旅遊的體驗也不錯 畢竟這幾個地方都是中國比較富裕的地方 說到古鎮和水鄉 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一個古鎮 這個地方跟之前說過的古鎮和水鄉都有很大的差別 無論它的規模和樣子都是 而且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這個地方對於很多外地遊客來說 其實真的很方便 這個就是位於番禺的沙灣古鎮 應該是廣州番禺的沙灣古鎮 請你們跟著我的鏡頭 看看這個嶺南古鎮是怎樣的 為什麼剛才要強調廣州的番禺 其實是因為這裡來廣州的中心城區比較遠 看看地圖就知道了 其實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起碼40分鐘 如果是乘地鐵就更加不止了 所以這裡雖然是廣州一個比較出名的古鎮 應該不是比較出名的 應該是廣州最出名的古鎮 但其實是比較少廣州人 反而那些遊客就比較多 因為在廣州藍站和市場那邊都有很多車 而且其實乘巴士慢慢擋過來都不是很遠 一直這樣可以去到這裡的南門那裡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說起古鎮 大多數人首先都會想起江南 即是江蘇和江節那些 有人跟你說廣東其實都有古鎮 而且其實都不少 你可能都不會這樣相信 但其實廣東真的有很多古鎮 只不過是豐盲和那邊都不一樣 還有一樣最重要的就是 廣東對於推廣自己的古鎮的力度 是不及得那邊的 就好像加下的沙灣一樣 與其說這裡是一個古鎮 不如說這裡是一個鎮 但在這個鎮裡有一個區域 是有一堆古建築 模式就是類似周莊 當然這兩個地方是有很大的區別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區別 就是沙灣這裡是不用錢的 那那嶺南的古鎮和江南的古鎮 環境風馬有多不一樣呢 首先這個嶺南的古鎮 是沒有水的 所以在沙灣這裡是不會有那些什麼 一河兩岸之類的景觀 你在這個古鎮裡面 乘客沒有餐廳 只可以坐11路車 沙灣這個地方 800年前就已經在這裡了 從宋朝到加下 中國就經歷了很多的變遷 基本上就是沒有東西 可以在那時候才留到加下 但為什麼我們都會說 沙灣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古鎮呢 因為文化這個東西 可以一直傳承到加下 那一堆分佈在整個鎮裡面的古建築 就是一個代表 那些建築是很經典的廣東古建築 而青磚模擬屋 雖然這些屋大多數都是 就是明清時代那時候建築的 只有兩三百年歷史而已 但是那個手藝 其實跟那些史書上記載的東西 就基本上一樣 而且這裡的那些屋 每一間都會有灰雕在這裡 看到了這裡的灰雕 基本上就是每一間屋都是不一樣的 規模有大有小 跟江南那邊 即那些小屋子 那個粉袋灰雅 是有很大的差別 還有這裡有一件事 是會令我感到比較意外的 這裡的屋是真的舊的 是那種有雅片的屋 加上很多修復過後的舊屋 其實上面是沒有鋪雅片的 都是那些裝飾性的 磚枕一整塊 上面是的 那這裡的屋 你看到很多都還有一片一片的雅片 你看到 還有其實在沙灣這裡走 你會發現這裡的建築好像沒有什麼規劃 好像有位就起 起到這麼長時間 就讓路人走走就算了 而且這裡的古建築 又和那些自建房混買起來 看起來很不協調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以前這裡 全部都是那些大屋 你看到那些自建房 其實是那些大屋 當時塌了、爛了,都建起來 越往後的屋子,就爛得越多 自建範圍也建得越多 後面建的屋子,就不規劃的就不可配 所以在沙灣走,會看到很多不協調的景象 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沙灣有什麼自己的特色呢? 這裡真的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而且很多東西是第一次見的 其中我覺得這裡最有特色的就是這些蠔殼屋 用生蠔殼整的牆 這些屋子最多出現的地方就是在豬三角 然後就是福建的泉州也會有些地方 在沙灣古鎮裡面真的有很多這樣的屋子 這些屋子有大有小的 但是建築方式完全都是一樣 就是把紅殼曬乾了之後塞進去黏土裡 然後建成一幅床,讓它自封乾就可以了 有什麼東西呢? 保持通風、冬暖夏涼、防渡這些作用 還有一個就是防震、堅固程度也不錯 不過到清朝的時候就差不多沒有新建的蠔殼屋了 變成用青磚去建建屋 所以你現在在這裡看到的每一棟蠔殼屋 都是文物來的 講完那個蠔殼屋再講一下其他大屋 這裡就真的有很多的大屋 而且特別大的就是要付錢的 那就是禮堂為主的那幾間餐廳 網上30元打包價可以一次過去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如果你在禮堂 為什麼不去中山八那裡看呢? 10元雞可以看到廣東最大的那間禮堂 你用30元在這裡吃東西好嗎? 那既然說到吃就真的要好好地表揚一下這裡 說真的我其實真的很少在那些旅遊店裡吃東西 你知道吧 那些旅遊店它不賺你錢它賺哪些錢 但是沙灣這裡真的有點意外 因為它真的跟外面相似 而且份量也很足 那我就試過一間咖啡店 一間甜品店 和一間新疆私房菜 都挺不錯的 而且這裡的店 都挺用心去裝修的 比對岸的風景真的好得多 無論價錢、用料、環境 都會比較令人滿意 所以我就覺得來沙灣這裡 給錢去吃是比你給錢去看的 當然啦 沙灣這裡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 狗屋給你來參觀的 免費其實也是很精彩的 就好像這間狗屋是做的關於分價的展覽 它這裡展示很多 很多領藍傳統價取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 基本上就是在電視上才會看到的 想不到其實在這裡有機會 見識到以前的人是怎樣操辦日生大事 還有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經常說的 阿四這個詞是怎樣的 我真是這麼大的兒子 現在才知道 阿四這個詞 原來是有這樣的意思的 就是潘如沙灣 讓我找到了這個答案 沙灣其實真的很熱鬧 它是一個旅遊區 但又不算得上一個旅遊區 這裡的熱鬧是由外到內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在這裡走 很容易走一走一走 就走到居民住的那邊 因為這裡沒有甚麼明顯的界限 在這裡的指示牌其實比較少 它不像對面的馮甲 很商業化 這裡真的令你們感到很多生活的氣息 在這裏 我現在就當了居民區 其實就是那支民風塔走下來的另一邊 不是很遠就會見到一間小學 一路走下去還有一間很簡陋的診所 周圍都是村屋,真的是村屋 而且有些村屋也很舊 當然那些村屋都是自己建的 兩三層 如果是廣州,唐霞那邊就有一大堆 就出了屋 即是城中村,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不過沙灣這裏,屋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在這裏居 為什麼我會這麼肯定地說他們是本地人在這裏居 因為其實你這裏經過的人,你都聽到他們是說廣東話的 沙灣這裏的商業化不太厲害 那種領藍的市井氣色都是比較濃厚的 所以其實在這裏走下去會覺得劇比較自在 因為加一下內地很多城市都比較現代化 不要說在廣東省那邊,外省很多城市都做到很誇張 你看沙灣這裏真的很多舊的東西 那些石板路,青磚那些路 全部都是大麻石去做的,很舊很舊 還有那些屋也很有年代感 所以很多來到這裏的遊客真的懷舊為主 體驗一下永善的生活 因為沙灣這裏有一種獨特的風情 所以在這裏見到很多穿古裝、小數民族服飾 設好頭的女士在這裏拍照 這裏都是沙灣的獨特風景 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沙灣這裏有很多租古裝和設置頭的店 特別是那些頭飾的那些 你看看,多精緻 設置頭飾要很久 女士們真的有興趣 真的可以試一下 不過那些頭飾就不是這樣吸上去 所以要慢慢在這裏拍照 所以如果是男士和女士一起過來 男士在這裏就可能會比較悶 特別是如果不用幫女士去拍照的話 因為摩托車又被人開了 單車又被人霸佔了 你可能最多就是在這裏吃下東西 或者你去買東西 看看有什麼食物都好 可以買一些特產 因為你知道那些女士拍照 要放很多姿勢 拍一次最快都要過幾小時 可能拍完之後吃下東西就對了 好看 晚上的沙灣和早上相差很遠了 最直觀就是那個人流 白天的時候 在南門你可以看到很多旅遊巴 但晚上就沒有了 晚上江南的古鎮 就是有值得比較榴槤的夜色 西塘烏鎮也是這樣 但很可惜沙灣不是這樣 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塞滿了人的巷 基本上一到晚上就很黑 有些可能連燈都沒有 去到哪裡呢 就只有幾丁人在這裡 你可能走一走一走都會有點害怕 晚上最多人的就是那條報行街 去到村長茶居那邊的地方 大多數的店一到晚上就收檔 因為小人拍照 那些租民族服飾 和買工藝品的店 晚上就肯定是不開的了 所以走在這裡 是比較安靜的 不過晚上就很多在這裡住的人 就會出來散步 跳舞 這一點就是江南古鎮 不會有的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沙灣首先是一個鎮 再一個古鎮 很多人在這裡住 還有就是沙灣古鎮 裡面有很多小酒館和粵菜館 晚上都是很多附近的居民去吃飯 那我去的那間新疆師服彩 就是其中一間了 那你說什麼人適合過沙灣旅遊呢 在這裡我就說一下我的建議 首先如果你覺得長三角又有點遠 又想看看古鎮 不妨考慮一下這裡 第二個適合的群體就是 比較喜歡看那些文物 那些文武景點 還有去過很多世界遺產 去過不少次江南的 就像我這種樣子 不妨可以試一下廣東口味 最後也是最建議的就是 在廣州玩三天 或者玩四天 遊不去佛山的群體 真的可以過來這裡逛逛 今次的沙灣古鎮 就介紹一下這裡了 希望各位喜歡 記得點贊這個視頻和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